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Sport Lite 有我Josie之外 还有我的新拍档阿YO Hello 一只手 两只手 今天Sport Lite 拖着两只手 没错 我们今天请了In Two Hands 来到我们Sport Lite 欢迎你 在我们身边的就是 乐队In Two Hands 不如每位成员都介绍自己 和你负责什么乐器 先来吧 我是In Two Hands的吉他手 你叫做 我叫做 你叫做 我叫 我叫废高 废高 废高 我要记你的名字 好 我是鼓手Max Max 我是Vocal Zero 我是吉他手抽身 我是Base Doss Doss 好 欢迎各位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他是不是真的叫这个名字 不是 他们给了很多花名 我都不想叫你的名字 哦 就是你的花名 一向都不太见得人 我先说一个 那现在叫你什么 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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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准备这样的一记 都明白了 是吧 好 那In Two Hands 今天来到我们的访问 一会儿我们都会有机会 听到他们两首原创歌曲 先问一问你们 看你们的 profile 看到他们是2013年成立的 但是 是不是之前有些成员 已经是互相认识和夹开 band 是啊 因为我本身 我们其实就叫做二首货 就是由我和鼓手 Max 以及 现在叫肺高的吉他手 一起组成的 另外还有一个 舊一点的Base手 但是因为 夹得 不是太顺畅 因为大家不是太认真 久而久之 拖着拖着走着 又换着人 然后就 不如 低起深光 我们认真一点做 就很庆幸 秋生加入了 我真的很认真 哈哈 我们就不太认真 全靠他 我们才认真到 是 但是在什么情况下 认识到秋生 这位吉他手呢 就是我们去租Bang房 因为夹Bang一定会租Bang房 就是非常之好的体验 他刚好又在我们那一层 他又非常之认真 经常偷听我们夹Bang 从旁就指导一下我们 我们很感恩 就是 私人就夹了一些钱 就让他邀请他一起夹Bang 哇 秋生是不是真的有其事 是不是真的有听他们夹Bang 是很久 我在等货席 哦 都等到一段时间了 是吧 等了很久了 还没有钱收 或者为什么会继续 这个问题也是由我答 因为 其实我们五个一起想的 但是 我就觉得我们 为什么叫In two hands 就是 字面也就是两个手之间 其实我觉得两个手 就好像香港 就是一个圈子 那样的 我们就在这个圈子里面 玩音乐 但是其实 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很多压迫的 比如 可能 可能未必是 环境 场地 我们没有什么场地的表演 或者我们没有什么配套 就是你学音乐 也没有什么渠道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压迫就是听众 听众的压迫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听众不接受某类音乐 还是什么 我觉得在香港 暂时来说 音乐的普及程度 不是很高 就是还不会停留在一些 比较流行的音乐 才会流行 但是它不会有 音乐就是音乐 就是POP一些的 情歌的 就是比较主流的音乐 对 比较上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去看你们玩的音乐 是不是都算是ROC的音乐 你会不会这样的界定 会的 其实我们都称我们做 另类摇滚的 但是就比较 叫做 笼统一点的讲法 其实细分就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第一步 被人接受了一些摇滚 而且是另类的先 所以我想给他们认识 所以我们都称呼我们自己做另类音乐 就是应律业冠 嗯 其实今天 你们会为我们 带来两首歌 一首就是《白咒之下》 另一首就是《游子鱼》 其实听下去 其实还有 新的音乐的感觉 其实为什么你们会尝试 将你们的乐队定为这个风格呢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我们想带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进香港 我觉得总要有些人去玩 而且我们也喜欢玩 我们无谓 就是为了唱情歌 很多人喜欢 去做一些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 不是说很突然 或者很勇敢地去试 我们喜欢自己玩 如果大家觉得很听 就听 当然我也想多加一些 是的 是的 我见你 是Max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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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是 呢 是 我们 是 我無法回答 不是的,我們各自都會教一些東西出來 有些人喜歡在睡覺的時候作曲 是,有點神奇 是不是講你自己 是,我很喜歡在睡覺的時候 差不多睡著就會想到一些東西 是 有些人就會躲在自己的房間 不知道在做什麼的時候就想到 但是編曲是一起編曲的 OK 就是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部分 是 是,所以你們其實在夾樂隊那麼久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趣事跟你分享 還是其實你們真的很認真 很嚴肅的 我們不玩的 我們玩得很認真 玩得很認真 但是相處之間 譬如有些成員是比較新的 在樂隊裡面 沒有朋友 什麼?沒有什麼? 不是很朋友 不是很朋友嗎? 不是很朋友 有沒有什麼不高興的事情發生 那譬如在夾樂隊的時候有沒有一些意見不合 還是怎樣的事情 今天差上車已經爭吵架了 是嗎? 我說要坐車頭,他又說要坐車頭 然後他又說不坐車頭 最後我坐巴士 最後他自己來 所以自己搭車過來 但是譬如出秀的時候 譬如之前有 我還沒問你 已經在笑 出秀有沒有什麼特別喜歡的場合 或者做過一些樂隊表演 是你比較喜歡的 觀眾的反應有 挺驚訝的 好嗎? 我先說 好嗎? 好嗎? 上次家居那首歌 因為其實本來我自己喜歡Beyond 很喜歡Beyond 所以出過場的 所以是我最喜歡的 反應就是 這個算是我自己的 因為主題是家居 是的 好 還有那天我也有在現場 觀眾的反應也挺好的 是的 也挺熱烈的 那你有沒有給我們反應? 我當然有 就是Wonderful 我的反應就是 就是請了In Two Hands來做訪問 就是再進一步 是的 那其實成員呢? 出秀的經驗 有一個挺難忘的 有一次就出秀 就不是說什麼 別人是很難忘的 我一直都很想忘記的 因為我們玩一些 有時候會比較重型的音樂 我們都會身體運動會多一點 可能今天大家未必會看到 因為我們都不是玩一些最重型的 有一次就是因為在那台上面 那台就是由一塊塊的木磚砌砌的 但是就很輕空心的 那一位我就不小心擺一條 那我就整個人跌了下去 那一次就 雖然我們都繼續去表演 你有沒有受傷嗎? 有的 在腳那裡就 就是你跌到那台裡面嗎? 是 因為它就不是黏住了 它就像這些椅子一樣 那我就踩在中間的縫隙 那我就整個人跌了下去 那我要站起來繼續玩 那他們也沒有意思說你扶 你有沒有見證著它跌到那台? 有啊 有 那你任由它 就是想自己上來吧 那他們有報以微笑 那我也覺得挺開心的 我就站起來了 哈哈 那那次就成為了一個蝦碌的事 可以說嗎? 是啊 也挺慘的 我自己覺得他們覺得挺開心的 永久流傳 可能有人拍了片 一直珍藏這條片 我一個星期之後 我已經聯絡了那個人叫做Dee 你已經做了嗎? OK 即是我們都看不見了 是啊 沒什麼重溫 那或者你們會不會其實在創作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的理念想加下去的? 是的 即是譬如剛才你們都說 未必只是困於澄澄澄澄的東西 一些很主流的主題 會特別嗎? 譬如創作了什麼主題在你們的歌裡面呢? 我講一下 或者 因為可能一會兒都會聽到 我們有一首歌叫《遊子人》 其實就是想寫一些爸爸媽媽的 因為未必 每個人都有 可以陪著你爸爸媽媽去長大 有些人可能從小已經沒有了 或者有些人一開始就 跟家人的關係不好 但是到沒有了才會後悔 我其實就是想透過這首歌叫一些人去 就是珍惜自己的家人 就是不要為了一時出去玩 貪心 就跟自己的家人吵架 或者那個關係修復不回來 我覺得很無謂的 這些事情 而且很可惜 但是我想問一下 隔樂隊 我們之前也有問過那些樂隊 有些家人就很支持他們去玩音樂 有些就覺得隔樂隊又要租樂隊房 買樂器又要錢 那又未必是一件很穩定的東西 相對於你們自己來說 身邊的人或者家人 能否支持你們去組樂隊呢 我其實不算很支持的 因為我從小到大 讀書到我高中開始組樂隊 我也要做兼職 才可以支持我的零用錢 或者其他生活費 到我之後有了樂隊房 或者要買結他器材的時候 還要再做一份兼職 才可以支持我的洗牌 為什麼不做一份兼職 因為我在讀書 哦 對 對 中六中七 然後再大學四年 都保持在這裏 那這個 可不可以叫困難呢 就是又要上班 又要組樂隊 又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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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真的有些魔力的 是啊 就是一星期可能 一晚三四個小時 一起讀歌 一起想想怎樣編一首歌 其實是真的開心的 所以 就是 怎樣困難都堅持到 你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放棄 沒有的 因為我叫詞歌 所以呢 堅持 我講完 你真的很厲害 遲多一次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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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以為你說詞長的詞 不太多 其他members呢 有沒有什麼 家裡的東西 抽身說一下 不如 很支持 是嗎 跟他不太同 因為是我老爸搞到我彈結他 就是他對你有影響 是啊 因為他也是玩的 王家區的那些 就是Beyond那些片 搞到我很想彈結他 所以令你 一直都很喜歡 對 OK 好 看來每個人其實都有不同他們自己的背景 其實剛才你們說到有很多壓迫 其實你們覺得現在在樂壇的話 如果給其他年輕樂手 你們會有什麼意見 或者你們自己作為獨立樂隊 就是不像一些可能已經 sign 了 management 的公司 你們去做的時候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挑戰 或者困難的事情 你們有什麼 advice 給其他可能都是獨立樂隊的 或者一些新的年輕人 對 那我就覺得這條路 沒錯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但是我們就要堅持過這麼堅持 很堅持 一定不能放棄 當然飯也是要吃的 是 所以就好像堅持過 上班 上班 但是不能放棄自己的理想 我覺得做人 一定要有夢想 好 好 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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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感情 對 如果我們一些獨立樂隊和一些浪漫樂隊 表演 所以這個是我們獨立一些獨立樂隊比較困難的事情 真的 也覺得可能是難的 有沒有試過被人請你吃檸檬的情況 絕對有 都有的 我們剛剛出來夾樂隊 大概半年 剛剛出來玩的 當然是想被人看的 好嗎 其實之後就 我們接了一個在這個 南昌村 我不記得 小區中村 對 類似的屋邨有個 老天廣場 我們在那裡玩的 那天就很滿心期待 會有些什麼人 好像很多人 但是一去到 然後下面全部都是公公婆婆來 因為我們玩的歌是比較重 我們玩第一首歌的去到一半 就有個 它又不是聽鐘 剛好走過 那它就 直接 還比最前排的觀眾 我記得它拿來的館長走過 然後就說 糟糕 還玩的 吵亂包 回家 本來我們 那天就打算玩三首歌 但是聽完之後 就說真的很不開心 那就決定 不如玩小一首 不如走 所以當日就是這樣就走了 對 就走了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 可能香港未必 暫時 未必這麼快 容納到搖滾 對 未必每個地方的人都這麼快 容納到 還有可能正如Zero所說 那個是一個很多長者 路由機 在這裡的屋邨 所以可能 主辦單位也未必 溝通得很清楚 有些可惜 不過 不要緊 接下來我覺得 正如像池哥 說了我也少 好像池哥 有份堅持 總會有更多人 會認識到你們的音樂 是的 或者其實 可能剛才提到 可能就是差一些散播的機會 其實你們會不會 未來會有什麼實踐 或者想實踐的計劃呢 就著可能要找一些途徑 去令香港更加融立 要找 動向 寫歌 我們就會 現在就開始錄我們自己的樂隊的歌 就會 打算從 首先從網上的途徑去 去 發佈 發佈 發佈我們所在玩的任務 如果當我們 就是希望會有多些人支持我們 聽我們的歌 希望有多些表演 那樣 假設我們對樂隊有一定的能力的時候 然後我們應該也會 幫助之後的樂隊 去繼續把這件事越擴越大 就是承傳那件事 做人生 生火相傳 今天也很感謝In2Hands 接受我們的訪問 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給你們演繹的兩首原創歌曲 好多謝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